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是原地发生曾经好几次谈论过 国家应该要设立一个原住民族的专业法庭或者是法院 依照原地法也应该要设这样子的一个制度 但是只有听到民间讨论的声音 一直都没有看到制度的实施 但是在这个月在司法院发了一个函 于是在明年的1月开始 在9个地方法院会设立原住民族的专业法庭 不过什么叫原住民族的专业法庭 跟一般法庭到底有什么差异 对主人来说有些的权益是不是会有一些改变呢 而对于这个政策实施的内容跟实施上面的状况 我们今天有邀请五位特别来宾和我们一起来探讨 先来介绍第一位来宾 他是来自司法院的司法行政厅的法官 陈德明 陈法官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观众 各位来宾大家好 陈法官你好 今天是代表司法院来做一些发言 第二位来介绍我们泰雅族的律师 律师是马润明 马律师你好 老高属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马瑞铭 好 欢迎您 第二位是行政圆明会的代表 他是计划组的副处长 王瑞银副处长你好 副处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第三位我们要介绍的是 东华大学民族发展社会学习 副教授高德毅 高教授你好 主持人 各位朋友 大家晚安 好 平安 好 第五位我们会介绍的是 司法院司法人员研席所的法官 黄明展 黄法官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对于这样子 在明年1月份就有9个地方法院 会设立一个原住民的专业法庭 大家对这个议题一定是非常的陌生 但是在原住民社会当中 是相当大的一个期待 我们先来听看看 司法院对整个政策 到底是怎么规划的 请看 由于原住民族的传统习俗 文化及价值观 产与现行的法律有所冲突 为尊重原住民族文化 保障原住民权益 司法院15日表示 从102年1月1日起 将在9所地方法院设立 原住民专案法庭或专股 包括花莲 台东 桃园 新竹 苗栗 南投 嘉义 高雄及屏东 等9所地方法院设立 由专者的法官审理原住民案件 传统的习俗文化价值跟习惯都跟一般的其他民族不太一样 这9个地方法院主要就是第一个他案件量也确实比较多 第二个他原住民朋友所居住的范围或者是他的人口数也比较多 今年5月间司法院邀集立法委员行政院原明会代表学者专家及实务界代表召开座谈会共同研讨 同时针对原住民族专业法庭审理案件范围及案号自别进行研拟 指定9所地方法院设立原住民专业法庭 今年11月底司法院将选定办理原住民案件的法官 并开始举办研习班为成立原住民专业法庭做准备 法官的来源在哪里 就由各法院他有一个事物分配办法 事物分配办法里面他会根据各该法院里面的法官的专业 跟他的这个兴趣或者是他对某一部分他具有高度的热忱的部分 他会去挑选就是办理专业案件的法官 那法官的来源主要就是由各法院的法官会议会去挑选那个办理原住民专庭案件的法官 司法院强调司法对于多元文化及价值观一向尊重 未落实司法未明的改革理念 原住民族专业法庭的设立将使原住民族的司法受益权获得更充分的保障 好我们刚刚看那则新闻是司法院的行政庭的厅长 对于明年实施的一个新的制度来做一个解释 不过我们来看到他所谓的这个制度的实施就是依据这样子的一个函 比如说在司法院在今年的101年的10月8号 有一个发函是说在有九个地方法院在明年的1月1号 会设立原住民族的专业法庭 还刮糊一个谷 这就是这个讯息的来源 大家看到这样子的含代表说地方法院这几个地方 都会设立这样子的一个专业法庭 那但是呢到底什么叫做专业法庭还刮糊一个谷 这有什么差异呢 司法院今天有派一个代表来 他是我们陈法官 麻烦帮我们观众朋友 也许是我们部落主人稍微做一个解释好吗 这个专业法庭跟一个专业 有刮糊一个谷到底有什么差异 好那首先我们来讲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地方法院可以设专业法庭 我们专业法庭依据我们刚才讲到 那个是在我们法院组织法第十四条规定 地方法院分设民事庭刑事庭 然后必要时得设专业法庭 了解 所以我们司法院其实在在大概之前的话已经有分设各种的所谓的 我们还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庭 那可能我们就是所谓的一股 一股可能就代表一个法官这样子 可是可能比如说因为像案件类型没有那么多 比如说像目前有些像那个智慧财产案件 因为我们现在有成立智慧财产专业法院 那所以在地方法院上面的智慧财产那个案件没有那么多了 所以很多法院他可能只有两个法官在做智慧财产的案件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就讲的专业 他有两股在办所谓的智慧财产案件 因为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在办 所以所谓的股就会比较少 那专业庭的话可能就所谓庭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讲简单来说是不是说如果说这个涉及原住民的案件 案件数比较多的话 他可能就是有个专业法庭 那案件数比较少的话 那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个专股来办 对有可能就是说譬如说 假如说案件数量足以支撑的话 那可能就会那个法官可能人数比较多 可能会到达一个庭的这样子 可能有专业法庭 那比较少的或者像主任讲的 可能有比如说两股 最少应该要两股以上办 所以可能就变两股的 那你们目前提出来的九个地方法院 目前有没有想说 可能会在哪里会真正有原住民族专庭 目前可能要看各地方法院 他的数字跟案件的配置量这样子 那目前在整个案件量上面 有涉及到我们经过我们的统计 当然这数字上面当然 可能有时候会有隐藏的数字 有所谓的黑数字 那其实这个问题很大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然后在99年的时候 后来有再开一个鞋 希望能够尽量能够准确这样 然后当然这黑数字还是会有存在 那像很多大家一位来宾 大家都很清楚 那其实像这个东西的话 可能我们先看看各地院 那比较可能像量比较大的 可能像台东或是花莲 有这种数比较多的地方 主要是案件量 就是说整个数字量比较多一点 或许有没有肯定到停的可能性这样 那其他的话 因为可能案件数字量 可能没有到达那个地步 可能目前可能到达停的地步 因为假如停的话 比如说一个停有四五个法官 那假如说可能稀释掉 一个人可能一年承办不到五六件七八件 那可能跟专业的目的 可能就比较不会达到这样子 预计大概会有多少个法官 是在原住民族专庭或专股 这个部分来成立原住民案件 一般来讲就是说 我们目前规划是刚才有看到 那个韩式上面 我们现在主要是民事跟刑事的部分 然后在我们的规定里面就是说 因为我们避免说 你不可能只有一股法官 因为这会指定分案 所以最少一定要两股的法官 最少要两个法官 所以基本上而言 在民事形势 假如各两个的话 最少有四 基本上假如说在法院最少有四位 应该有四位 在民庭最少两位 刑庭最少有两位 那当然要看各地方的状况 所以九个地方就可能就是三十六位 最少啦 最少一定三十六位以上 那可能会不会更多 一定会更多的这样子 了解 那个马律师 跟您请教一下 这个讯息 因为您在兼十项公所 也办了一个 就是一个承办处 接原住民族的案件 你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您自己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很好 是 因为原住民他们 因为接触法律资源 稀少性 人才也不足 那我想在接触到法律诉讼的时候 总是会有些 跟平均有些地方不太一样 那我觉得 就我的看法来看 实质上面 在司法实质上面 可能没什么太大差别 是不是专庭 怎么说 因为法官在对待 非原住民跟原住民 是差不多的嘛 那在现有的一些 相关的配套措施 像森林法 像原基法的一些执法的落实 如果都没有落实到的话 那法官在判这个案子的时候 他在实质上面判决 事实上是 跟现在是差不多的 但我觉得影响比较大的 就是在教育上面 就是说 教育是 非原住民和原住民 原住民他有更多的讯息 知道现在有什么议题 因为原住民专庭成立了 那这会改变 就是原住民他对一些司法的看法 那对于非原住民呢 他们会对山上 就原住民的议题会更重视 包括昏灭的土地议题 还有其他的原住民习惯的议题 是 出来之后大家会讨论 那我觉得这个影响 是慢慢影响的 是 高教授呢 您现在目前的看法呢 其实 我没有想到我们国家 居然这么快就设了这个 因为这个学习真的是来得很快 因为10月8号的韩 那等于两个月之后 你就要实施了 其实我们大概才办了两次研讨会 虽然原住民基本法有这个规定 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么快 可见我们的 其实司法通常是代表国家主权 所以通常是比较硬的部分 比较难 但是没想到那么快 但是如果说去回顾 其他国家的原住民的情况 其实我们算是很晚了 因为美加纽澳或者是在非洲 印度 还有亚洲以及中南美洲很多国家 也都设立了这种的 适用当地的习惯法 跟国家法进合冲突的时候 要看是在哪个地区属地的 也有属人的 而且审判的法律是先使用当地原住民的习惯法 再来使用其他 像美国就是国中之国 它自己也有这个司法体系 也使用习惯法 也有自己的法官 那他们更进一步 那我们这里是先设这个 专业法庭 那当然要落实 恐怕我们还要配上很多的条件 因为比如说现行的这个 他有说适用的法律 我们习惯法还没有被正式承认 第二个就是法官的问题 目前我们国家的法官 到底有没有那种多元文化的素养 懂不懂于原住民 他能不能够在审判的时候 能够同观的理解 然后又能使用原住民习惯 这个是能否落实原住民专业法庭 很重要的一个两个核心的部分 但目前为止 我们习惯法也还在收集之中 大概也很难变成是什么 那个审判的标准 那第二个原住民法官 原住民起的法官几乎才几个人 那当然也有一些 非原住民起的也很同情原住民 像比如我们皇后法官 产场参议原住民 跟原住民互动良好 但这毕竟还是不够多 所以这个专业法庭要落实 的确确要有其他配套的措施 虽然目前对这个体制 我觉得还是很兴建 他已经出来 但是我并不满意 因为要落实还有很多的条件 好 我们刚刚听到高教授或是 马律师特别有提到 我特别要请教皇法官 在这一块我们听到说 这个是奇学 而且觉得这是一个国家政策进步的 一个做法 但是有担心 这法官到底会怎么判 他是以国家性理法律判 还是他真的是在他的学的涵养里头 他会认识原住民族的传统知识 那不过我们先提看看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讯息里头 您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实施它对原住民族来说真的是有帮助的吗 我觉得设立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他等于是肯定说原住民文化的确跟汉人的文化有很大的不一样 那也肯定这种文化存在的价值 所以很多事务很多人都要求司法院要设立专庭 但是司法院没那么多法官 可是在原住民这一块 既然司法院宣誓要成立原住民的一个法庭或是专库 那就表示司法院开始重视原住民文化这一块 是 可是以前像其他原住民社会里面的一些学者或教授 甚至也提过说以前为什么不设 那为什么在可能是因为以前不设原因是因为它案件量真的太少 可是为什么现在要设呢 就你得到讯息你觉得这个两者之间 为什么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是觉得我们目前国家的一个人权的观念都逐渐在成长 尤其这几年成长得很快 那包括两公约的一个我们制定这个施行法 把它国内法化 还有一些原住民宣言 还有原委会 还有他们几个 包括基本法 基本法2005年就已经成立了 那到现在也一直在发酵 所以说我想司法院是有注意到这种声音了 所以它才会说在明年来成立 其中原民会 原民会应该是有参与过司法院的会议 应该对这个整个很大的变革里面应该也知道洞悉一些 它到底为什么会有设立这样的原住民族的专庭 可以听看看吗 王副总 其实在这一部分 王从当初司法院评估说因为案件太少 所以等于说不成立 到一直等于说今年迅速成立 那其中我觉得比较关键的声音也就是多元文化被注意到了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两公约 公民与政治权力公约 那在整个国家人权委员会的讨论的时候 其实王原民会就在那个委员会议上面提出 要等于说设原住民专属法庭 其实这个部分都是欢欢相扣的 然后这几年来 王也陆续办了原住民传统关系国家法治研讨会 那联办了三届 那这当中司法院的苏副院长 然后法务部的曾部长 其实都有出席 那么也蛮多的检察官跟司法官都出席这个研讨会 那我相信这个部分的话 等于说带动整个思潮的一个改变 我想是这个也是 是 我觉得陈法官之前跟我提到说 其实这是在不动法院组织法底下的 唯一可以做的做法 您可以稍微补充 才是这样最大的因素 因为之前的话当然有不同声音 有的要当然刚刚刚就有讲说 跳到叫美国那种制度 可是或者有人家说成立一个专业法院 那个在目前来讲 第一个我们国家财政还有组织上面 那根本很难达到这样子 那在目前我们在不修法的状态下面 就是说以专业法庭方式 因为就不影响到人力 那可能在专业化的训练上面 那刚才他有讲过就是说 在当然就整个政策上面 当然是说一般来讲 我们一次司法院之前也是一直在研议 研议说是不是要仇设专业 原住民的专业法庭 那当然在专业法庭的经验上面 当然也是这几年慢慢慢慢的 慢慢的才有所谓的专业法庭 像宇慧有时候像律师或是教授 或是大家法律学者 大家都应该了解说 我们的专业法庭是慢慢的 这大概十几年来 慢慢的才有一贯的出白这样子 那所以在一般来讲 我们当之前的话 是以所谓的案件的类型来设专庭 比如说像医疗 劳工 金融 或是像智慧财产 这样以案件类型 那原住民属的专业法庭 那本来是一种属人性的部分这样子 那要突破说这种想法说 要不要变成一个属人性 来去设一个专庭 那或许某些想法上面 可能还没那么成熟 那后来慢慢刚才像 我们刚才那个 王副座有讲到是说 譬如说后来因为多元性 还有像我们皇法官有讲到 那两公月还有其他这些部分 然后这些人权的声音上面 可以说说在以属人性上面 来设置专业法庭上面 是可以考量的 这也是台湾第一次用身份别 来做的一个专业法庭 对不对 皇法官 是的 是第一次吗 也有妇女的 也有妇女的 少年也有啊 少年是以年龄 少年是以年龄 对 少年是以年龄 是 好 不过我们大致 在来宾来聊的时候 我们大概知道说 为什么会有设立一个专业法庭 那的确是有特殊性的 也是原住民社会所期许的这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他会审理哪些案件 因为大家都已经很关心嘛 那我自己是原住民身份 如果说我真的是要走到 这样子法院的部分的话 他会有哪些案件 我必须要在原住民专题 比如说一开始就会有 刑事跟民事案件 这是这两大部分 刑事这个部分呢 只要你是被告的话 你是原住民的话 你就会在原住民专业法庭 或鼓来胜利 那另外一个 如果是民事案件 它有分三种类别 第一个是两艘当事人 都是原住民 或者是部落 或原住民族的民事事件 都会在这样专属法庭 第二个就是说 你是一照为当事人 另外一照 如果不是的话 他有底下这些的事件 都会在专属法庭里面 去做一个审判 我稍微大致念一下 比如说交还 交还土地这部分 还有损害赔偿 或是履行或终止契约 或租约事件 第三人异议之数 还有返回不当得利事件 排除侵害 还有确认土地或房屋 所有权存在不存在等等 总共有14项之多 那这些都可以在原住民专业 法庭里头去做一个审判 那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说呢 在当事人是原住民部落 原住民族 不是属于前项所规定的话 你可以经过当事人去申请 然后还要经过法院 受理的法院 他认为是不是适合 在这个专业法庭去做一个审判 等于是法院来做一个决定 对不对 这个部分我可能 还是要先请下陈法官 大致帮我们解释 我先请教一个 为什么在民事这个部分的 14项的决定里头 会有这些项目 你们的当初挑选的原则是什么 当初的话 基本上而言的话 第一 这个部分是由我们 我们会由我们民事厅的部分 来先一定 在我们在10月8号发这个函之前 我们之前有在9月多的时候 我们就 大概应该是8月多的时候 我们就有先发一个函 然后那时候民事厅 他们有针对一些类型的部分 他们有建议一些类型 那类型或许跟这边 有点不太一样 那时候 那时候 然后有这个类型以后 我们有那个函文 然后我们就给那个 我们要试办的这个9个地方法院 然后先来看看他们的意见是怎么样 然后后来他们有意见回来以后 那我们再会整以后 然后再整理出就是说这些类型上面 他们觉得说 目前可能可以先从这边来去 来去先来示办 然后这些案件里面的类型 那如果我们再说白话题 我可能要请教马律师 律师 这个刑事案件的话 比如说会涉及枪炮弹药管理办法 这个部分 或者是森林法 只要是刑事 就会在这里 对不对 那民事这个部分 看起来似乎是 原住民保留地的争议 或产生权争议就会到这里 对 是不是 我这样说明是不是 你可以再补充一点 差不多 我一个建议 看这个范围 第一个就是说 在刑事部分 需不需要强制辩护 因为行事说法 强制辩护是要 大概要三例以上 强制辩护 那原住民他 本身在法庭上面 这个资讯 在乡里面 住里面 部落里面 接受资讯本来就不一样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要实施的话 一些派道措施要注意 强制辩护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一定要找个 律师 或是公社辩护人 这个部分 好像目前 刑事诉讼法 有要修正 然后关于原住民 原住民的权益的部分 第一个在 现在的刑事诉讼法的 三十一条部分 还是还没有说他 只有最近本情 三年以上的部分 然后那 可是在这个部分 好像有委员 然后要求说 是不是在那个审判中 假如是原住民身份的话 可能也要可以强制辩护 一个律师给他 还有在侦察中也是一样 比较 可是还在 好像还在研议中 然后刑事厅的部分 好像还在研议中 那现在目前 在这个部分 再说明一下说 因为目前有在事办所谓的 在法服上面 有事办所谓的原住民的 第一次 检警专案 就是说在第一次 警察局训问 或是在 他可以提供一个律师给他 他可以提供一个律师给他 这样子 在事办中这样子 然后将来可能在法律上面 但是这个讯息 好像部落的人 运用的并不多 对不对律师 对 主要是一个讯息的 掌握度和接受度 因为我觉得像 就是从刚刚那个话题来说 就是民事这几类 我不知道是怎么分的 就是说 可能它叫案件类型 可是 比如五分之二是在都市 OK 比如说它是占用人行道 都市人行道 其中一个是原住民化 那又到专庭去 但是这样是比较保护原住民的 我是说 在实质的资源的运用上面 就是说这几个类型 还有像国家赔偿法的事件 它也是到 与少民市庭 我不知道它这个 所谓赔偿是不是 也拿入到国家赔偿法 那还有就是 宜兰为什么没有 宜兰也是有 宜兰也是有原住民 很多原住民 两个像南澳相关大同学 宜兰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 你们当初考量 这九个地方 当初九个地方的部分 可能是先从 大概有一定的案件量 那当然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就是说 假如说 假如说我们在办以后 然后比如说 在某些案件量上面 或者说 那个地方觉得说可能需要 因为这目前是由 宜兰指定嘛 假如说需要的话 那当然效益上面 我们评估以后 那可能还会再说 都指定法院或怎么办 不过我之前也跟那个马律师 跟那个黄宝博有谈到 就是说 现在目前是刑事民事 还有一个行政法院 没有被瓜会在 这个影响会有 其实这个 就这个部分 我觉得 就民事 行政法 还有那个刑事民事来讲 原住民犯最多的 就是那个行政法 对 行政法里面 像别人 就跟国家的关系 像比如说 省令法 问前法 像不过大要管制条例 国家公演法 这里面有很多的 就是国家法 跟原住民传统习俗 进合的部分 所以这方面会是很大宗的部分 那民事的部分 大概亲属继承 是可能比较物权跟亲属继承 因为原住民的那个传统习俗 保留比较多的部分是亲属继承 那个部分就可能跟国家法 比较容易进合 可是这个部分 已经有专业法 因为我们的亲属继承 已经有家事法 可是教授讲 是原住民的传统的 可是那个部分 我不赞同进入到 国家的事发体系 了解 有关亲属继承的部分 其实在调解会解决就好了 有当地的 因为相公所里面有调解会 像调解委员 都是自己原住民 自己用那个 自己的传统习俗 就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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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各族的亲属继承 跟现在所规定的 法律亲属继承 有些是不太一样 就像排湾族 那差很多 那个等于是在瓦解我们嘛 对 就像排湾族 好像都是长子 对 跟那个 民法的规定不太一样 男生女生都一样 要长子继承 我顺便提一下 有一个政策性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现在也推动了 这个原住民专业法庭的设立 我们已经决定了 可是实际上 我们并不清楚 原住民的司法情况 你现在比如说好了 不知道 到底我们原住民的 犯入罪力 犯罪的类型 犯中罪比多少 最建议的情况多少 然后各地区 到底数量多少 其实我们国家事发统计 从来没有去注意这个部分 原民会有没有去统计过呢 没有 他们没有 也没办法 那个资料没办法统计嘛 对不对 那个资料是司法院的 司法院 司法院没有说 对那个背景的一个统计 背景统计上面就是 关于他们的 比如说 可是你们也很难做统计 因为身份上面 法服有这个资料 法服 法服的资料其实 还不知道这些 法服的资料没有说 是原住民 法服是他们法服上面会有 可是我们有涉及到 原住民案件上面 我们有做一个统计资料 然后比如说 司法院跟他传统习惯上面 我们有做一定的资料 比如说 第一个是身份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当他身份以后 这是一个案件 比如说 然后再来就说 比如说像 我们100年上面 1月到12月 讲那个 我们在这边资料上面 像比如说像 台东地院好了 台东地院有890件 大概是跟 身份 身份上面 那当然身份 是不是涉及到传统习惯 然后看传统习惯上面的话 那大概 台东地院 大概涉及到传统习惯上面的话 大概 你也有做这样的资料 我们做这样的资料 可是就是说 目前我们刚才讲过 有黑数 对 第一个身份上面 可能是说 我们身份上面 他没有办法说 因为没有马上去 去到说 他身份是不是 那涉及到传统习惯上面 那这个 大概是 大概是从 法官在审办上面 最后最终确定的时候 去认为说 这个案件 有涉及到传统习惯的 但是我们还是很希望说 之后的那个资料的 建设能够更完整 对不对教授 因为这个是刚刚开始弄 因为 司法统计好像都看不到 然后 总统府人权委员会 司法院有关原住民的 那个案件的部分 也没有 也没有这个资料 好 可见这个是新的 好 对 这个其实在97到96开始就有 可是就是说 因为就是刚才讲的 身份类别会有些 有些黑数 就是说 就刚才讲 因为身份上面就是说 譬如说 因为现在就有些问题在 然后所以刚才讲 就是说 像现在那个 第一次检警状案 然后现在 他要求说 警察你可能 一开始可能就先 上网去看到身份上面 是不是 了解 那个原住民身份 所以在目前 可能在行事上面 慢慢会好一点 可是民事上面 这个问题还是在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之后再来谈 不过我们待会还有 刚刚没谈到就是 行政诉讼这个 为什么没有 这个东西还涉及 原住民的传统 这个部分相当多的权利 我们待会再请教于司法院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们是壮士阿罗马 什么事 总是带着我刷本 星期五先生 星期五先生 下次我想要当 钢铁人 计划本 想聽我們的音樂請到 Music到天亮 作詞曲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欢迎收看原地发生 我是比穗里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在明年的一月份 台湾有九个地方法院会设立一个原住民族专庭 有专业的法官来审判原住民族的案件 刚我们讨论当中 不管是对于执行层面会遇到哪些问题 还有一个是除了在民事跟刑事涉及的原住民族案件 都会在专业法庭之外 但是有一个行政诉讼这个部分 也就是谈论到国家跟原住民族之间的争议的时候 却没有在原住民族专则的法庭里头 这到底原因是什么 不过我们先请教一下 这个行政诉讼没有在这个规划当中 马律师您好像有一些意见 您觉得这个很重要 但是没有被纳入 您的看法是什么 请说 因为我是从比较大的一个方向来看 了解 按照过去的历史像马家水库 还有花莲的这个核电 核电厂设置 还有兰宇的这个核废料 那可能将来坚持相当高台或是比林水库 像这些问题 还有国有林地 是不是要解编的问题 土地的问题 我相信以后在原住民这些 议题慢慢出来的时候 会面临这些大量的 但这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大的东西是 对原住民将来是一个长久的一个 长久之计 所以我觉得发生问题的时候 你没有一个了解 山藏原住民这种生活习惯 原住民历史意义的法官 如果没有的话 他们怎么去判断这个 是 不过我想先提一下这个行政诉讼 麻烦帮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先请黄法官 这行政诉讼 我这样听起来是 像马家 比令水库这些 都是对象 都是公家机关或者是政府单位 甚至是国家 所以行政诉讼打的就是这些 是不是 对对对 您讲的是很正确 行政诉讼就是 简单来讲就是民告官 人民来告官府 对啦 所以为什么会这么少 为什么我们会不成立 就是太少了 案例太少 因为这个传统一样 以前我们这个汉人也一样 都不敢告官府 那原住民更不敢 所以案子很少 很少就没有设立专庭的必要 但是未来会更多 我刚刚也有提到 像未来原住民身份的一个争议 还有你原住民保留地的放里 这些都是行政处分 将来都会进行政法院 那如果你没有去稍微了解一下专业的话 可能会有问题 好 马律师再稍微补充一下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 在原住民专庭 你还是觉得要在行政诉讼这边 要一个原住民专庭 是 因为反正刚刚说了 也许会设专谷 也许法官可以来兼办 但我是觉得比较大意义就是说 有比较多的司法官或是法官 他们去接受这样子一个 研习或训练 那他们会多了解一些 原住民风俗习惯 我是觉得像就算 现在目前不设专谷或专庭 行政法院的法官 也应该要去受相关的训练 那个 陈法官我提一个训练 再补充一下好了 好 回应马律师 就是因为像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 是在今年的9月6号 才有我们所谓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 对 这是一个新的制度 对 新的制度 所以在 尤其在 所以在专庭上面9月6号 然后所以在目前来讲 各地方行政诉讼庭的 法官的部分可能也没有那么 因为主要是案件量的部分 因为他们的办检案 对 行政诉讼庭案件 还有办法交通的事件案件 所以在目前来讲 可能人没有那么多 那这个当然是说 假如说有必要的话 当然我们将来也会在 研议中这样子 就是说关于这部分 高教授呢 你对于就是在这个部分 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 比较重要的部分 就是快点把原住民的习惯 把它整理起来 然后言明会 快点把它实施组的 已经调查完毕了 叫专业的人士来把它汇编成册 然后跟司法院 那个汇宣出版 然后分送给各个法院 因为法官要判 要跟建筑民习惯 要有证据 那他才敢判 你没有把它整理出来 他依据什么来审判 他一定没有力量 不敢判 他有了原住民惯喜的 汇编之后 的的确确调查 这个还是在活 还是活着 还活着 那他就可以试用这个 他就敢用 否则他不敢用 不过法官有这么多时间 去看那些传统关系的内容吗 因为你在屏东 就是一定排华组 你拿排华组 那会边就好了 看一看 然后因为我们那个都调查过了 哪一些还是活的 那他可以一看就查得很清楚 不过刚刚您提到的是 原民会嘛 对 原民会副署长 对于这个十四组的传统关系 我的了解 他有七本嘛 然后调查了八年 但是他是每一年调查两三个族群 那而且里面参与的 可能人类学民族学系的较多 那对于这样子 其实高教授的意见说 赶快把它做一个整理 赶快给这些专业法官 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进度 基本上这十四组的关系 都在去年都已经整个调查完毕了 那么可是他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早期的那几本的话 调查的大概都是 人类学跟文化学的老师 然后缺少法律学的 但是所以他在使用上 就会有比较一些 等于说不方便 那么最近我们会在跟司法院 这边做一个联系 也就是说要请司法院的行政厅 民事厅跟刑事厅 看看再开个会 再讨论看看 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说司法院提出他们的需求 我们按照司法院法官的需要 再重新调整这十四组的一个 传统冠息的一个部分 然后如果漏掉了就把它补杀 如果等于说是可以使用的 那立即就处理 大概用这种模式 用最快的方式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把它编印成车 整个发送出去 这个大概是圆明会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那第二个要做的事情的话 就是说我们大概 最近也会委托 做一个委托案 也就是说把这几年来 原住民比较常碰到的一些 等于说在法院的案例上 刑事民事行政这几个部分 就是说挑出50则判例 然后去做一个分析 那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 一个有讨论的空间 因为它都是跟冠息有关 第二个部分可以当成学校 或者是法官的教材 来研究使用 大概最近会做这两个动作 黄袍先生跟你请教 刚刚我们听到圆明会或是高手讲 对于那之前做的一个传统冠息的一个调查 在法官来看它好用吗 那现在听到圆明会 这样子来说 您觉得它的进度会不会太慢 还是说脚步要快快点 因为我们剩两个月就要马上 就算因为法官就要上路了 对对 我是觉得先有的先发 那即便它有些文化灌鼠 它并不是那么法律的用语 但是至少你知道它文化背景 你有时候你在判的时候 你就会多考虑一点 那法官怕就是怕他判太快 因为我们法官都是接受 传统的西方法律的训练出来 他以为就是这样了 但是你给他多一点资讯 那他就有不同的想法 他或许会在现有的法令之下 做不一样的解释 所以我是觉得先有的先发 那至于要再精致 那后续再来继续行程 所以您是建议圆明会 先把这些资讯 先给这些专业的法官先上 对不然明年就要开始了 那我们现在的训练也陆续在进行 所以你有的资料我们先拿 有看那就有懂 而且你没有发给我们看 我们怎么知道里面还缺什么 法官会敢用吗 敢啊 我是觉得你只要让他了解 他就敢用了 你看我们最近的几个 涉及到原住民的判决 事实上它一直在变 而且从95年到现在 它变很快 我们成长得很快 所以不要担心法官 法官事实上都成长得很快 就是黄法官说不用担心 因为他本身是对原住民的传统文化 他有涉猎 而且他有去做功课 但是我们一般人 只有跟我们喝一杯 对 可是我们会担心 对不对 教授 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 有几个 Coin的观众朋友 要加入我们的讨论 我们待会再谈论一下 这个法官真的很重要 原住民专业法官 他必须要哪些的专业 甚至司法培训这边 有做一些努力 我们待会再来谈 先听Coin的观众朋友的看法 来自新竹的陈先生 你好 原住民法庭 他要注意程序合法 审判程序合法 就是法官在认定事实与证据 要充分考虑到原住民的 管传统还有规则 还有法律司法制度 还有国际人权 那这个都是现在一般 自动程序的一个 比较有问题的地方 那司法院他会成立一个委员会 有一定比例的原住民参与 这个算是年级会 像最高法院的法官年级会的 性质一样 最高法官年级会的 他的审判职能是统一法律 那这个委员会他可以 针对法官去审理这些 是不是有依照习惯 传统还有这些规则 如果他没有的话 他可以做督导 最后的功能 他会统一这些习惯的判例 了解 好 谢谢陈先生 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看法 其实有一个督导的机制 待会要请问一下陈法官 好 第二位是来自新竹的云天堡 云乡长 乡长你好 新竹的云天堡 是 乡长你好 第一 非常肯定 我们原住民专业法庭的成立 第二 我想在法院里面 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咨询的单位 我们这个法官或者是检察官 另外设立一个齐老或懂的生活习惯的 这个原住民各族的 都每个法庭都应该成立 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常常碰到的问题 是我们的森林法 还有枪炮弹药管制条例 枪炮弹药管制条例 其实原住民可以有类枪 但是稍微改变它的形式的话 就已经会牵扯到枪炮弹药管制条例 那又不是用一般的我们原住民的法令 那我们常常最近像森林法 国家公园法 过去的传统领域 我们来讲很自由自在在那边 有时候你带一个木头柴烧的 像司马库周边那个都是林班地 你一不小心你去出法你就被移送 类似这样的事情 我想我们国家的法令 原住民基本法应该执法要很确实的 把那些细则先定出来 否则的话 这个有没有这个专业法庭还不是一样 好 谢谢 这个部分 谢谢 好 谢谢 厢长 谢谢 好 第三通来自苗栗的黄先生 你好 第三通来自苗栗的黄先生 你好 请你把电视先可以关小声一点 请说 我黄小姐 黄小姐 你好 你好 请说 我非常认同那个 我非常认同那个马律师的看法 因为马律师说 不管国家实行什么政策 我觉得配套做事是最重要的 对 然后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原住民很多 很多的土地都有 原住民的保留地 只有原住民可以买卖 但是现在我知道 我们所有亲戚买卖的土地 几乎都是被外面的商人所购买 所以有些族人 至少要把自己的土地再买回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的讯息是 好像全部都被法院设定了 这一点我想请教你们 请问这样要怎么处理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黄小姐 然后台中的黄小姐 你好 请说 你好 喂 你好 是 请说 有地发生 是 主持人好 各位贵宾大家好 我在台中的中心大学 曾经有上课 就是朱副院长有来说过 陪审团的制度 在嘉义跟市领的地方法院会间采行 不晓得说在这部分 我们在原住民法庭成立的同时 是不是也可以设立类似 就是陪审团这样的一个做法 让原住民的一些朋友也进来参与整个审判的过程 好 谢谢 谢谢黄小姐 谢谢你的意见 那观众的意见非常的专业 也非常的多元 那有几个我想先请教一下陈法官 第一个在法官这边有研席会 可以督导就是办案的法官 有没有依照原基法里面去做审理 是有这样子的事情吗 然后第二个就是云天堡的那个商场 他有提到 就是说在法庭里面 是不是可以设立部落其佬 来作为一个咨询 而且是各族喔 不是只有一族喔 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 有没有想到 陈法官 好 那关于第二个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先讲是说 因为法官是独立审判的 对不对 那关于法律见解上面 是由法官来去独立审判 那对基本上而言 我们在诉讼上面 有所谓的诉讼救济部分 假如说有诉讼救济上面 假如说你对一审判 觉得有意见 那大概是二审 二审以后到三审 对不对 那三审部分 大概最后由三审来去做 最终的一个见解这样子 所以刚陈先生有提到 所以那个基本上 演习会督导一些法官 基本上我们不可能所谓督 那这样变成说 只能说对问题的探讨 法律的问题 例如说今天有一个法律问题 那这适用法律上面 有起义的时候 对不对 当然我们像目前的机制 有所谓高等法院 有所谓的座谈会 那现在最高法院 他们现在是开所谓的 决议这样子 那当然将来会设计成 另外的模式 或者说那是另外 可是 那目前的话 我们机制是又这样 那不可能说 因为不可能去所谓的 居宿 因为法官是他 他建议他本于他的法律 法律看法 然后去在案件上面 去审判这样子 当然他不能 预约法律的解释的范围这样子 不过 云乡长特别提到说 法庭里面要设一个 部落其佬的一个咨询 那部落其佬的咨询 这个马律师也觉得点头 这个司法院 也觉得 那所谓咨询部分 因为咨询在我们法律上面 就在我们 就是说 你一个人要到法庭上面 你要有地位 对不对 那希望说你讲的话 被法院要说财信 那目前来讲 我们在诉讼法上面 那没有所谓的 咨询这个制度 那当然 你说你有意见 那基本上现在 像某些案件上面 像以前 像司马库斯案 对不对 像刚才某些 像某些 像马律师可能 承办某些案件的时候 那对部落长老的意见 那当然我们可能 以专家证人 或是以鉴定人的身份 会传来法院来去 来去做 有法官来传 来传他来做鉴定人 因为当你所讲的话 那你可能 经过 一定的法庭上的活动以后 那可以当作一个证人 所以还真的都是 取决于法官 他到底要不要 比如说部落的 其佬他 要不要去咨询他 那这样一般来讲 那目前这些案件 就刚才 黄法官也有讲到说 目前整个案件 一直在改变 法官一直在改变 像目前这些案件 很多大部分的案件 大部分应该都是有 或是高大叔 应该有看到 大部分案件都是有找 那个部落的长老来这边 当作 所谓的 当然他讲的咨询 我们可以讲到咨询 可是在我们书中法上 不能讲咨询 只有讲鉴定人 或是所谓的 证人的身份这样子 那另外 另外在台中那个 刚才那位小姐的部分 因为他可能误会了 因为现在我们书副院长 所推行的不是所谓的 陪审制 他现在所谓的是 官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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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官审制跟陪审 但差别是说 陪审制陪审 他有所谓的决定的权益 那官审他当然是一个参加 那当然 在某些案件里面 官审 他当然人的来源 是有一定的限制 当然还是要经过抽签 但不能说一定的指定 这样子 那目前可能 没有 或许有机会 或许会不会朝向那规划 小姐提到那个官审制 还称审制 陪审制 这部分我们待会会来讨论 其实它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就等于是你部落其老的意见 或不会引导 法官的一个判决 待会再来讨论 不过我们先看一下 这则新闻 就是有 学者有谈到那个 传统关系的一个调查 他有一些期待 然后还有司法官 其实法官的临选制度 台湾已经有很大的变革 他是不用经过国家的考试 学者可以转调为法官 教授要不要考虑好 我们来看这则新闻 这则新闻先看一下 过程缺乏原住民族课程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国家法律体制中的 原住民族专顶法官 和一般法官又有什么不一样 司法院强调 会加强这些法官的 之前已在职训练 但在开庭前的加强课程训练 能有多少成效 各界都在观察 有法界人士提出意见 担任原住民族专顶的法官 不一定要通过 国家司法官考试才能担任 也有学者提出 应该要设计原住民族 法官的专业证照 司法院表示 这些议题都可以讨论 像在今年7月 司法官的领选制度 已经有了重大改变 现在整个开放 它不用 之前不用经过国家考试 经过我们这个领选办法 取得一个任用资格之后 就可以到司法院去被领选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法官领选制度 已经不局限在考试禁用 甚至未来领选法官的比例 将占大部分 但原住民族专业法庭的法官 该怎么领选 或者该具备哪些专业 还没有更深入的探讨 不过法官黄敏展 以原住民族 在传统领域 具有采集权为例 认为原住民族专庭的设立 至少可以弥补行政立法的缺失 因为我们西方法律很清楚 要么就是所有权 要么就是租论权 耕作权 可是什么叫采集权 没有啊 以前没有啊 没有他就不敢用 所以你如果了解之后 承认啊 采集权就承认啊 有什么关系 那你就会有不一样的判决 所以原住民法庭成立之后 我觉得如果在受训这一方面 我们可以做得好的 可以弥补一些立法的怠惰 或是行政规则的制定的太慢的 一些补救措施吧 台湾法律属于欧陆法系 不论是在法官 检察官 律师的养成过程 对于原住民的传统 冠写的采集权 受力权 传统领域的概念 都是陌生 甚至是没有接触过的知识 遇到相关案件 法官还是会以国家法律为主 来进行判决 虽然行政圆明会 曾委托学者 调查各族的传统关系 希望能够凸显 原住民族文化与国家法的差异 但辅大郑传卢教授却表示 过去研究经费少 又要在一年内调查两三个族群 这些资料对法官来说 恐怕很难理解 他们不是一起作为一个团队去调查 所以每一个调查出来的东西 都很不一样 就是说有些是从人类学的角度 有些是从民族学的角度 有些是从法律的角度 所以那对于我们 学法律的人来讲 或者是对于 未来原住民专庭的法官来讲 那一套调查出来的东西 其实是没有办法用 他必须要用法律的人的叙述方式 然后用近似于 用我们现代的法律的观念 去解释原住民习惯法 那现在的 受过现代西方法律训练的法律人 他才知道 原住民的习惯法是什么 郑教授提出日治时期 陈以民事刑事亲属继承 财产权等分类 进行各族传统惯系调查 但资料已经太久远 建议司法院或是行政圆明会 要有专门的团队提供足够经费 以现在法律分类 进行长时间的调查 这样研究出的成果 才能真正运用在原住民族法庭上 好看完那次新闻 我们先来讨论一个题目就是 原住民专业法官 专庭法官这里到底会怎么领选 我们刚还没请教这程法官 因为两个月后就要实施了 法官现在台湾的司法制度 已经可以不用透过考试 就可以有领选 像教授可以变成法官 高教授考虑一下 好 这个部分是一个制度上面的改革 但是原住民专业法官 这个来自36位以上的法官 他到底要怎么选 程法官先讲一下 一般来讲 我们刚才所谓的专业法官的部分 我们基本上 我们大概是说看法官 他的志趣的部分 然后比如说 他自己对这专业上面 会不会有兴趣或怎么样 那假如说他对这有兴趣的话 刚才我们有看到 我们刚才听长 我们刚才听长有讲到说 他有兴趣以后 然后他就经过法官会 就是说在地方法院 他们每个有法官会议 然后在选任他来去当 这个所谓的专业法庭的法官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是依这个法官 他愿不愿意到原住民专业法庭里头 对 那可是在原住民专业法庭 他比较特别是说 因为我们在这边设计上面 假如说你可能有意愿或怎么样 那院长可能会觉得不错 所以这时候 我们机制上面是由院长来去指定以后 然后经过法官会议来去选任说 你都当原住民专业法庭 所以院长也可以指定 对对对 好 不过对这样子法官怎么选的 律师有什么看法呢 对啊 听起来是依照自愿的 当然 就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他被迫着去 也没兴趣 他讲你怎么做研究 是 对 那我觉得说除了这个 就是很多相关课程可以去上 我知道现在很多司法人 有去上一些专业课 那会领到一些证书 像金融的啦等等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也是 像上一些课会比较好一点 是 谈到那个法官要上课 其实刚刚那个黄法官 其实就特别提到 也给我们一些资讯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这些挑出来的 原住民专庭的法官 他要上哪些课程 来补充一下他的原住民知识 在他的学习过程 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一些知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在司法院司法人员研习所 预计在今年的12月 就是12月的时候 他会把这些原住民专业法庭的法官 举办的一些专业讲习的课程 一个内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速大概是32个小时 如果我这样没记错 还32个小时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他们要学哪些的科目 这些法官会学的是 如果在现行法中承认原住民族的风俗与习惯 南岛民族的源流与现况 原住民族传统记忆讲习 原住民族亲属组织与继承关系 原住民族的传统生态智慧与智慧文化 原住民族的传统土地财产权 与自然资源治理 还有保留地的探讨 还有一个传统惯喜的财产权的一个分析 而且呢 这些法官他还要到达邦村 也就是周族的部落里面呢 去探访一下部落 然后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食物界的人士 要上一些六小时的课程 他只要是这些实力的 包括涉及原住民族的部分 涉及的森林法 仓炮弹药刀窃管制条例 还有野保法 随途法等一个实力的一个探讨 时间是不是一个星期 王八官 是的 这是我们预计要办的课程 那当然或许到时候 或许会有一些更动 但是原则上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是打算就是说 从比较这个基本的原住民的一个特有习俗 那或者是说传统的记忆 还有各个原住民的 目前的一个基本的状况 来讲起 然后再来谈谈到就是说 这些这个传统习俗 如果跟现行国家法令来冲突的话 我们在法官应该怎么样 来再承认它来试用 那最后就已经发生了几个案例 包括森林法 土保法 野生动物保育法 这些案例 因为我刚才有提过 我们的判决一直在变 那变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大家一起来探讨 那藉由这些案例的探讨 大家就很快的能够进入状况 所以这些法官也会对一些案例做一个探讨 因为我看时数才三十二个小时 你们如果一个礼拜的时间 对对对对 其他时间都会再探讨案例这个部分 原则上是这样 那这是第一步 因为我们刚公布要成立原住民民法庭 那再来我们就继续慢慢的来培养 那我在想就是说 除了这个背后的训练之外 他实际事实上进步最快就是接触实际的案例 那接触实际的案例他听了之后 他再来参考 如果圆明会有给我们一些书的话 他去看 然后再来听 这些讲座怎么讲 然后之后融合之后 我相信对他的判决一定有相当的影响 而不是像以前传统 进来不管你是不是原住民 都照一般汉人的案子来判 根本不考虑你的特殊的身份 或是说你在家里有什么特殊的习俗 他也不会去问 可是以后就不会 导官会排斥吗 我相信是不会 我觉得以前会这么样是 因为大家不知道 大家有时候进来 根本没有原住民的名字 我以为你是汉人 那你也没讲 原住民进来说 我列了一头山珠 我拿了哪把枪 我承认我通通承认 但是他不会讲 不会去背后说 事实上我去列这一山珠 是因为我们举办了一个打耳祭 然后我怎样 他不会去讲 他只是承认既有的犯罪事实 他希望说法官你原谅我 都很可爱 但是也很诚实 那我们也不会讲说 你到底是不是原住民 你到底有没有特殊的习俗 因为从以前我们在大学研究所 甚至法官训练 都没有关于原住民的习俗 所以法官根本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将来成立原住民法庭之后 这些法官接受训练之后 因为他知道进来都是原住民 他就会特别去注意 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习俗 我是不是需要特别的考量 那时候他有更深一层的思考 他就会想的比较多 就不会像以前 因为以前就是一般案子 那每个月案子很多 法官进来就是结案了 对啊 那你没有讲我怎么会知道 最后你要说啊 法官经常说 你事后再去跟媒体讲 你开庭的时候你都没讲 我不晓得 所以我觉得不晓得 还有没有进一步的思考 是以前法官比较常会犯的错误 但是以后成立专庭之后 至少他知道 进来的都不一样 每个原住民有 不同的习俗或是他的一个背景 我知道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内容 其实有经过圆明会 对不对 圆明会有提供一些名单 给司法院 这个部分有没有去讨论 讨论 讨论 讨论就是说 在我们圆明会这边 不知道有哪些课程 可以建议我们 但是他们 事实上还没有正式的行文 只是说 像我经过一些研讨会 还有 也有跟原住民请教 然后 最后 最后形成一个课程的内容 但是这个内容 还没定案 可能还要 在整个 长官的一个看法 我们也许 请教一下高教授 高教授 我刚刚念了这些 您觉得 在课程上面的一个训练 有没有在 需要再补充的 另外 就是说 其实一个礼拜 这些来说 如果完全没接触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对 那法官自己会有一些压力吧 对 而且也是非常陌生的一个知识 他怎么在一个礼拜里面去吸收 然后运用在他的判决里头 这是我的疑问 那高教授呢 当然了 有那么短期 把原住民事实施搞清楚 不容易 那现在的处理方式是按主题去 那其实也可以根据行政法 跟民事行事跟程序 这些 然后把原住民相关的那些习惯 把它对照而起来 就其实就很清楚了 冲突在哪里 又找个案例 也可以当做很好的讨论 那其实在这个部分呢 有关这方面的冲突 其实在国外案例太多了 光是那个国际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 这方面的case非常多啊 怎么去适用 怎么弄 其实都 其实可以讨论很多 那我是觉得 我们过去的法学教育 其实就是那种一言式的嘛 那这个 不过现在有这种开始 总是不错啦 我希望这种的 不是零星的 点的 而是变成正式法学教育的一部分 不过那个法官啊 我跟你请教一下 我们看到的是12 就是等于是说 你一月份要有一个专业法庭 所以你12月中 你就办了一个研席 这样子的课程 那等这些专业法官真的 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审判的 就是在他们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再举办一些 补充他们一个 这陆续像一些专庭部分 我们都会跟 那个研席所部分 研席所也会 那个负责办一些专庭的 再职重的一些陆续训练 比如说 我们像其他专庭部分 医疗啊 劳工啊 然后像工程啊 像这些专庭部分 研席所都陆续会开办 一些所谓的专业法庭 所以 有专庭以后 就会陆续就有一些资源 很多的课程 然后还有资源的部分 像圆明会他就会 再提供更多的资源或师资 还有像高教授 或是其他 像马力士他们 可能各种的人力 或是说其他会帮助 然后这些集中在某些 在这些 譬如我们指定这些法官上面 他们在授讯上面 可以得到更多的知识 或这样 然后在对办案上面 就有帮助这样子 不过也有人有提到一个说 原住民所专业法官 他需不需要一个专业证照 去提供给他 证照的部分 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其他的专庭有专业证照吗 目前的证照部分 我们都是先 一般来讲 我们都是先设专庭 慢慢才有所谓的 专业证照的产生 因为专业证照当然就是说 你有一定累积一定的知识以后 那我们司法官员会颁 所谓的专业证照给你这样子 然后所以目前 我们在颁专业证照上面的话 有所谓的 像劳工 医疗 智慧财产 工程 家事 少年 行政诉讼 像这些 那像 像现在的所谓的 原住民族专庭 那像这些专庭的部分 也都是陆续 比如说我们先设立专庭以后 那你慢慢再去所谓的 有所谓的拿到所谓的专业证照 那专业证照当然 拿的方式 大概很多种 比如说你有一定的学位 或是像研习所办 我们司法人员研习所有办 的一些讲习课程 讲习课程 累积一定的 学位 一定的课程时数 那样可以去申请 然后或是说 你写一定的论文 发表这样子 我们的来源是 专业证照来源是很多管道 那将来 假如原住民族 我们假如说 因为假如说 譬如说 我们办了一两年以后 那觉得可以在证照上面 发育的时候 那我们当然是说 有来源部分也会再发 所以你们会朝这个部分 再去规划一些内容 这张台的话 应该是会朝这部分 假如说专庭是固定的话 我们就会发专业证照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谈一下 就是这个专庭 就是我们一直强调两个月 它真的是两个月就要实施 这不是假的 这真的会做 我执行上面的确是有问题 问到新竹地方法院 就有一个庭长就跟我说 现在的新竹地方法院 他们即将要做这样子的 一个原住民专题 但是他不知道 其数上面他没有写身份 他不知道原住民在哪里 他怎么去设立说 他要设立专题还专库 我觉得这部分是他的困难 那之后呢 而且会增加他人力上面的 一个负担 在这个司法院 有没有去想到这个 这是一个问题吗 他们觉得是一个问题 你觉得是问题吧 这个问题上面 基本上要演身份别的部分 就是我们刚才讲过 一般像我们原住民族 就是说我们之前 有所谓的统计术士 这所谓的黑术就是在这边 就是说有些 他不想把他的身份表现出来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一直说 专庭 刚才专庭的部分 有个好处 就是说大家知道 我这个专庭 或许他们就愿意说 我去这个专庭的话 他们就会把身份表现出来 这样子 那基本上也 我们刚才讲过 在假如说原住民族部分 假如刑诉诉讼法 这部分真的有修改 比如说他可以要求辩护人 对不对 然后在侦查中也可以要求 一样有强制辩护的部分 然后在侦查中也可以有辩护 那这时候的话 这部分可能 起诉诉的部分 可能问题就解决了这样子 黄法官呢 听到地方法院觉得他现在很困扰 这个不知道原住民身份 要怎么去辨别 我是觉得很多以前的困难 会因为成立专业法庭 而变得简单 因为以前你没有专业法庭 所以这个案子分到哪里都一样 但是因为你现在成立专业法庭 所以你案子是不是要到专业法庭去 就会变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那就会去想办法解决 包括检察官 譬如说检察官他要起诉的时候 他可能就要去多问一下 你是不是有原住民身份 因为我们将来就是被告只要是原住民 他就到原住民法庭 不管他犯什么罪 连酒驾也一样 虽然酒驾跟原住民习俗 可能有点关系 但是也不会那么高 所以将来反而会比较明确 我反而是这样的看法 对 可是检察官跟法官 是完全不同的体系 那检察官目前现在认识 这个原住民族专业法庭 我不知道他们认识的足不足够 在原民会这边有在跟法务部 这边来做联系吗 这个部分就是 会里面目前对原住民的法律辅助 大概在今年年底 也就12月左右 会出现变化 以前大部分都是事后的一个补助 也就是官司打完之后 会里面一部分的诉讼会 那么到12月份 我们目前也在准备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 万一原住民有设案的话 会里面就会委托律师 等于说开始进行辅助的动作 那经由律师的辅助动作 我想到时候到原住民的专业法庭 这个应该不是问题 所以身份上面会 对 这个不是问题 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 好 马律师 就是您听到这样子说原住民身份 这些人在地方法院会有一个困扰 因为他不知道到底要该怎么办 那您听到这样子的内容有什么样的意见 我觉得现在不是问题 像去地检署开庭的时候 都要先看身份证 人别询问 对不对 那这边询问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 他不会问你 但是你后面应该会会人写 那这只是个程序上面 你在整个卷中移送到法院的时候 上面是不是要写个识别 这是司法院可以克服的 他只是多一个看什么去 让他知道这个是个严重的 所以现在如果说 我们自己的族人 他必须要进到这样子的一个体系当中 受到法律的一个 不管审判的结果 那你现在会怎么去 跟我们的族人去聊这样的事情 他们对专业法庭的这个部分 但你似乎也是很模糊 在这样子的一个司法的体制改变中 你觉得我们要怎么样 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我们来保障自己族人的权益呢 他们会问 第一个 跟以前什么不一样 对 有什么帮助 是 那所以说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当然原住民跟非原住民 在面对法律诉讼的时候 有些地方的时候会不太一样 那第二个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法官的态度 心态 法官的心态 其实对原住民跟非原住民 同一个法官都差不多的 那问题在于说 你对于原住民的生活习惯 一些背景了不了解 像刚刚上那个课 我觉得包括原住民的一些历史 那个课也要去上 国上有没有 有南岛 对对对 有一个 我觉得这样子你会 站在原住民的角度和心情去看整个事情 包括后面衍生一些可能出现一些像土地等等 当你更了解这些东西之后 它同理性就会够 所以说像那种证照 法官的证照等等 我觉得说在于这个心 那为什么挑选有意愿的去 因为因为他就有热忱 后面课他才会好好去上 可是我怀疑 这个专业法庭议社以后 那个法官 有兴趣的法官会多吗 因为 对啊 我又没有诱因 我去当那个民主法庭的那个 说对说对 看有没有什么像嘉奖 或是说扣 我万一判得不好 我又有责任 然后媒体又掀起来 那我对法官来讲 也没有什么诱因 只增加他的顾单 就跟大学的老师去参加学校一个 譬如说产学中心 他有持宿扣底 所以这个配套措施 要去做 这个也是配套措施之一 那个陈法官 有没有诱因 诱因的部分 就是说基本上 我们现在专庭 专业法庭很多 那基本上 就是说希望法官大人 都希望有专业 专业我们才能久任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以后 譬如说民事 你有专业 那你可能可以一直带到 所谓的民事庭里面 一直承判下去 所以这是一个所谓的诱因 就是说 譬如说像 我们有人 就拿民事证照 譬如说像工程 工程 劳工啊 他拿到证照以后 他想带到民事庭 他可以一直带 或是说那将来在 人事处上面 他们现在 社会人事处部分 所谓的签调部分 他们现在 上次助长他们有讲到 是说 在整个签调上面 将来可能譬如说 你有专业 你可能在签调上面 譬如说 有签调譬如说 像法官大人 你可能在地方 或高等法院上面 会考量你的专业的背景 或是怎么样 可能当然都是一些诱因 那诱因 原住民案子进来都承认 都很好办 都承认 都承认 你就不用写那么多 都承认 所以基本上 因为我们案子是算 一件一件的 你承办一件 这个 这个 死口狡辩的 他什么都不承认 你要调查很多证据 可是你承办原住民案子 有没有在那里砍一棵树 有 我在那里砍了 而且用什么工具 我还把它放在那里 什么义无意思的都跟你讲 所以很简单 你就很容易把它办完 所以事实上 如果以我个人的 审判经验 我在台东 在嘉义都待过 我承办过原住民案子 本身只要看到是原住民案子 我就觉得这些 这个案子是算是比较轻松的 因为进来 几乎不太会讲 有的没有的 因为他进来就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但是我们的族人 对 在法庭上 他不觉得他承认就是犯罪 这个 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法庭的法庭 你办多了 变成有专业以后 你永远都在花冬 不会啊 谢谢 有九个案 我觉得蛮大的问题 我自己承办过案件 你们就是 都承认 对 那刚好 我们里面有些是非原住民 非原住民 他就会讲一些 他的辩解 当然 承认有些是他误解法官的意思 所以都是在主任身上 我承认我有去 可是上去去干嘛 送衣服 送饮料 他不是 譬如说 窃盗罪的共犯 可是起诉书上面写是 你是窃盗罪共犯 但他没有去解释 他以为 叫你承认你有没有去 他根本就不知道在法律上 他该争取什么东西 所以最重要是说 其实 对啊 当然也是很好办 我承认很好办 但是我觉得誘因 誘因要比较多一点 好 待会儿我们现在不好意思 有几位扣音观众 真的等很久 真的不好意思 那我们先来接第一位 新竹的范先生 你好 第一位 新竹的范先生 你好 范先生 请说 你好 你好 是不好意思 请说 是 请说 有时以来 只有今天我们看这个 专业的节目 只有这次圆明台 能够发现我们原住民的问题 我总觉得是真的 由衷的感谢 因为我们发现 我们所有全省所有的原住民 因为有几十种不一样的民族 大家都知道 历史的变迁 大家都有一样的道理 能够了解这个 像台湾 布伦 卢凯 皮特马 阿米 泰鲁克 达燕 塞夏族 亚美族 每一个民族 他们的由来 绝对是不一样的 但是唯独一个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现在发生所有的问题 就一样最重要的 刚才我们马力士都讲了那句话 我最认同他讲那句话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既然要成立这个 原住民的专业的 所有的这个法定 有这样的话 我想请问一下 民国五十四年开始 一直到今年开始 到今年 我们原住民 发生的所有的判例 所有在座的各位专业人员 你们都知道 有很多我们看那个判决 我自己眼里会掉下来 为什么呢 本来没有的事情变成有 本来是很小的事情变成很大 不是说我们法庭里面 法官的他的那个意识形态 判这个问题 而是从我们民族的所有的形态 跟文化的根据在哪里 我们有些地方 法院里面的专业的人 绝对不知道 所以我现在既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用什么方式 用比方说第一审 他判出来的 然后在第二审 到那个最高法院 我们也没办法上诉了 我们这个第一审 开始要去判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专业人员 你必须一定要用真正的人 要到各部落 所有比较懂法律的人 有专业的人 要去请教这些大佬的人 要好好跟他们了解一下 到底我们原住民 现在发生什么问题 问题在哪里 你们在座的所有 在台上的所有的专业人员 难道你们真的 了解我们原住民的问题所在吗 我觉得 相信你们都不知道 我总觉得 这个只是一个空谈而已 我要的是真正的去了解 所有这一次 真正的要去把这个 这个 要 一定要请所有真的专业人员 到各部落去 因为每一个民族里面的风俗习惯 跟他们的那个渊源 跟他们的历史背景 完全不一样 好 了解 谢谢 谢谢范大哥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好 第二通来自桃园的杨先生 你好 是 杨先生请说 是 你好 请说 你好 我是不认同那个原住民设立那个原住民那个 专业司法 那是司法问题 好 请说 为什么 我不认同 因为是 那个是会浪费人力 是 因为我们是 既然是这样的话 先想想自己 我们原住民既然是台湾 跟那个本地人都一样的话 是我们原住民自己要检讨自己 你犯罪就犯罪 你凭什么还要去讲那个有什么 你是原住民 谢谢 谢谢你 谢谢您的意见 谢谢 好 来自宜兰的蔡先生 你好 请说 你好 是 你好 蔡先生请说 好 主持人你好 是 我很认同 这个原住民要有自己的法院 这个很重要 而且我建议就是 因为原住民他们的认知文化思想 跟我们一般人不同 所以现在有这个法院的话 要好好珍惜 然后要用原住民优秀的法官 是 然后不然就用宿罪一流的法官 公平独立客观 为弱宿伸张正义 保障原住民的潜力 一定要秉持我们目前法院很多很烂 很多很弊病 民众很不信任的情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您的意见 好 那 几个call in的观众朋友 我们听到是完全是决然不同的声音 甚至我们自己的族人也会觉得 为什么要设立 那如果是以族人的观点 或是非原住民族的观点来看 它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一看法 难道法官也是啊 法官也是对不对 法官也是觉得说 我到底是要用国家的法律去判断 我还是要用原住民的习惯法去判断 如果用原住民的习惯法判断啊 那我以前所学的知识的话 我要怎么去面对它 法官的矛盾之处 王法官 这我刚才有讲过 就是说我们法官的整个培养 包括以前在大学研究所 事实上都没有上过原住民的相关的课程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盲点 那也就是法官都会以传统的 这一套西方的法律来思考问题 问题这些西方法律 即便在台湾 转化成台湾法律的时候 原住民当时候也没参与啊 因为在大陆那时候就已经制定好了 他拿过来台湾用 所以这一套法律 他本身并不是以原住民为主体 他是以汉人为主体的 那你当然试用起来 一定跟原住民的一个习俗 有很大的隔阂 但是很幸运的 我们现在宪法也修订了 原住民基本法也修订了 所以这两个法律可以提供 我们在解释现行法的时候 很大的解释空间 那重点来了 重点是法官到底知不知道 有这个解释空间 是 所以这才是我们为什么要训练法官 所以我们要提供他很多资讯 提供一些资讯给他 那刚才还有民众提到 就是说 我们很想用原住民的身份的法官 来担任这个原住民专庭的法官 问题现在原住民的法官 听说才三个半 有三个已经是正式的法官 有半个是通过考试 但还没考试 所以我们叫三个半 所以太少了 了解 才三个半 所以很少 不然的话 用原住民籍的法官 来担任原住民法庭的法官 我觉得那是非常恰当的 其实刚刚 我法官很特别提到 是说我们要给 现在的原住民专庭法官的 一些很多的 原住民相关知识的一个内容 但是法官对 他长期来的一个专业的信仰 他甚至对原住民文化不了解 他很容易会有一些文化的偏见 那我想说律师 你常常有在帮原住民案件在处理 对于法官的文化的偏见的那种印象 也有没有接触过这样子的例子 你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是没有碰过 真的喔 是 因为我觉得法官他在面对原住民 跟原住民的话 我说个别法官是 都一样 那只是说 他没有差异 对每个人 因为他不会说你对原住民就很凶 对非原住民就有亲生戏语 不会了 那有的话只是个别法官的问题 他本来在案件的审议 或进行上面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倒是还没有碰过 碰过这样的情况 是 对 那但是就是在整个法庭的审理的过程 我们的族人是怎么去进到那样子的 一个体系当中 他们的态度 然后他们的 比如说刚刚 黄法官就说就是 其实很好审判 很快都是承认认罪这样子 对 这个部分我们族人的确是有一些困难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 这个起来有致 是 因为前面说的就是原住民他在 司法资源的这个接触性比较 比较少 资源少 人才少 所以他们这样资讯少 情况之下 到庭上自然 心情会跟非原住民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是有差别 那我觉得两个问题 就是前面讲的 原住民他本身的心态 就是说以后 专庭的法官或专谷法官 在面对原住民的时候 要有耐心 比较大的耐心 跟他讲 这样子的后果是什么 你说每句话记得在别多上面 都要注意 他都有法律效果的 要跟他耐心 那么要 包括你在判决的时候 除了现行的判决 现行的这个法律之外 我觉得像参考 比如说这位法庭 他有专利审查官 这位产权法庭 像也可以参考一些 齐劳的一些意见 或是去寒寻一些相关 相关相公所的一些 他们可能部落的意见 这样可能让你的判决 会比较贴近 这个部落上面 这样子一个实际情况 所以你说法官他本身 他要利用这样子 一个职权的一个权利 对 去问一些部落其佬的意见 对 可能要对你耐心 刚开始对你耐心 后面当然自己也要 有这样子一个热忱 其实它是很大意义 是 刚刚我们有位 客人观众朋友 也特别说 这些讯息可能 透过媒体的传播 让部落人知道 可是还要到部落里面 去做一个巡回的 一个资讯的一个讲座 那不管是司法院 或是圆明会 目前有没有 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还是说你只是跟法服会 在圆明会里面 会议里面去聊一聊 那有法服会的同仁 去部落里面宣导的 那个王副作 在整个宣导 法律课程宣导上 我们是有计划是说 透过一些那个委托案 去到处去宣导这些事情 那另外刚刚也提到 就是说 在提供法律系 学生的一个多元文化 课程部分 会里面 目前也正在规划 那也就是说 其实就刚刚法官讲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在 法律系 学生的通识课程里面 上它一个学期 那比等于说 这个效果的话 其实一个学期 两个学分 就36个小时了 那么在等于说 法律系学生 他的一个法学素养 养成的过程中 就有这个观念 打算在几个学校里面 做这样的事 我们先准备挑 比较就是说 法官跟律师 考上的 机率比较高的那几个学校 因为资源毕竟有限 必须要这样做 另外一个就是说 那个警务人员 那个也必须要去处理 大致上会先从这样子动 那经费再足够 在今年吗 在今年还是明年度 那个一定要 因为课程开设 一定是在明年的9月 它不可能中间插进去 好 高教授 对于如何提升 原住民族的司法权 这个部分 可不可以帮我们 再做一些提供 意见提供 好 我们原住民在司法上的弱势 是一个解构性的 这个从一开始 不只是法学教育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司法人员也没有原住民 然后游戏规则里面 也没有适用原住民 然后原住民的金色地位 低下 他也没有办法应用 这些法律的资源 所以他整个面临 是一个结构性的 劣势的司法处境 所以 现在是跨出了一小小步 这一小步 他的好不好 也跟他的司法前一的落实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希望 人民会 都积极一点 跟司法院 好多多的联系 把这个制度 踏出健康的第一步 那怎么样子 让这个所谓的民主专业法庭 确实办好他的角色 我觉得这个有关医院 存名人权的问题 其实我们还没谈到一个通议 通议的问题其实也是蛮大的 不过我先请教 因为时间剩有限 我还是司法院这个部分 那个法庭里面的通议的专业度 我们听到了部落的声音 可是专业度不够 原数也不够 实际上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 在这个部分 有没有一些资讯的提供 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司法院有设所谓的特约通议 那特约通议上面 当然对于 那个圆区民族语言的部分 有一些 基本上像我手上刚好有那个 刚好有那个名册 那名册的部分 然后高教授刚才说他太太也有这样子 然后后来 那在比较新的 像最新那个像台南高分院最新有承报 他们特别通议的部分 然后现在又增列了 譬如说像排湾语阿美语 然后南排湾语排湾语阿里山洲语 然后不农语 他现在就说 大概在整个名册上面 我们有一定的名册 提供给法官这样子 但是通议不是只有说 你会讲原住民语 他有一些法律的 对法律的用语部分 以后会不会有原住民族法庭的 通议的证照或是什么人 通议的部分 现在目前是没有所谓的证照部分 因为不管是 因为像 像不管是原住民族 还有说 像我们现在目前的外 像外籍配偶的部分 那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很大 那只是说我们特议通议部分 大概都既然会有一定的受训的部分 可能会受训 会给他勾训 然后有一定的课程给他们 然后主要是说 刚才讲说 设立原住民专业法庭的法官 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刚才黄老公有讲到 有案件一定的案件 那对于语言的部分 其实大家讲到都是法律层面 其实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基本上现在 除了比较年长的那些 原住民族 可能不太会用我们的 一般的国语上面 可是现在一般的原住民族 大部分还是会用国语 国语的沟通上面 就是说他所讲的 讲的有一些语言上面 可能跟我们一般法官所了解的 语言上面 可能有些差距 那所以成立专庭也会有个好处 就是说法官在这上面的 语言了解上面 可能会更容易去跟他们沟通 这样子 好 那时间剩最后的时间 我想说给那个律师 一句话给我们自己的族人 万一真的是涉及这样子的一个案件 进到我们的国家体系的法庭 原民专庭里头 有哪些注意的事项 请您大约30秒 帮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30秒 对 注意哪些事项就好了 谢谢 对 第一个就是 要了解这个法官的意思 是 不能乱说 对 这涉及到法官 你法官自己本身也是要多解释 是 承认 承认什么 承认检察官起诉的这个 这个里面的法律效果 或是说你今天是不是 有去做什么事情 那第二就是说 在多多接触 有什么问题的话 多多接触外面的司法资源 好 谢谢 寻求协助 好 我们谢谢五位特别来宾 那我们对于原住民专层 这本我们还会继续讨论 请锁定原地发生 不好意思吧 我们是 壮士阿罗马 大家好 我们是 壮士阿罗马 怎么是 总之带着我刷笨 星期五先生 星期五先生 下次我想要当 当铁人 想听我们的音乐 请到 Music到天亮 看似平静的海面 在海面却隐藏着致命危机 那就是离岸流 离岸流 离岸流是因地形 潮水与破碎浪形成 往海里移动的强劲水流 会将人快速带离岸边 此时切勿对抗水流游回岸边 以免耗尽体力 大潮或退潮时 海面上破碎浪多 离岸流正强 切勿下水 遇到离岸流如何脱困 一 保持冷静 二 举手或拍打水面求救 三 不要抵抗水流 五 用省力的游泳方式 保留体力 四 面对沙滩 以45度脚游回岸边脱困 教育部关心您 人生要面临胜利十悲 这是逃不过的 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 什么时候会来到 那个时间点是没有办法 让我们预测的 所以比如说我妈妈去世 根本不是我们所预料 我们要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甚至我在那个殡葬弥撒里面 我还会提醒我们教友 请你 请你回去看看 你那件还没有穿的衣服 是不是应该拿出来穿的 要不然有一天会送到二手店去 你应该拿